差的路 那就是我昨天了 我昨天回老家全都是 我昨天回老家的时候的路上有很多那种大坑 车都快飞起来了 他这都是属于原装的吗 是原装的 原装的那我下定就明天中午来换吧 回仙居的路都是那种坑坑洼洼的 我车都要飞起来了 李温孔炫 我在路上开的时候 车都快飞起来了 然后那个降速带也是直接压过去的 没有把它当月车来的 然后昨天那个底盘也磨了 昨天底盘都磨了两次 这金行车 这金行车是直接验这个吗 对 是的 我来给你 好 你稍等一下 你们知道只有1020直接换是吧 你稍等一下 他好像说是给你型号弄错了 你稍等一下 型号弄错了吗 好 OK 他说给我那个型号弄错了他帮我再看一下 今天停车飞还没转到 又转到一个轮胎手了 又转到一个轮胎手了 我哭不出来 但是我的心在流血 我的心在流泪 我那时候不是买了才没多久吗 一年了 刚刚一年 哦 底盘要去检查是吧 昨天底盘都磨到了两次 要怎么检查呢 难得检查吧 检查我怕是不好的消息 又要换这换那的 又要修这修那的 四轮定位还收费是什么意思啊 四轮定位收费是什么意思啊 他没破他是古包了 坏了老婆爷 只要不检查就不会有问题 就不用费钱 四轮 晚上又要吃方便了 我在本县小说会给我呢 怎么 他就是古包了 跑长途的话 安全定位了 还是换一下车 找错了 站住 我说我发现古包 是我在这新洗车 我洗车是惊喜的 然后是他们 他们那个就是工作人员 发现我的车 车台古包了 我自己没有发现 什么时候古包的我都不知道 这一点包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正常轮胎 只要跑不成大 嗯 啊 只要跑不成大 看你古这么大个包 危险 这个包很大吗 我以为他他就很小的一个包呢 这个地方 这一块 这一块 把他开爆了 再放了 其他轮他们都帮我检查 其他轮都好的 其他轮还是好的 其他轮还是好的 就这个 明天 我明天换 因为 因为他这个 就是 那今天还可以开吧 今天可以看 你不上高速 不上 嗯 上高速 我问题不上 不上 ok 因为明天我要回武汉 肯定是要 上高速了 你们帮我看一下 多少钱吧 我明年中午过来换 嗯 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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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明天中午来换 因为他们现在这里没有货 他们要下单 然后下单 然后明天才 明天早上 才会把货送过来 看 那种 那种就是花钱去坐车 不一样的 你要打车 肯定是方便 肯定是花钱少一点 肯定是会便宜一点 但是他的那种方便 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一开车 和你每次出门打车 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不过打车还是划算很多 好好好 跑的地方多 有车方便了 对 多少钱呀 确定了吗 先我把信号说错了 一般是这种 两两五十的要把 我们折扣价格的话 是一千楼五十 但是你这种花纹 看你不是装成的 因为它跟它不一样 因为是脾气的 你确定我的轮胎是这一块吗 对对对 脾气了 看你这个花纹不对了 又多出了一个火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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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小白马发什么呀 小白马你说什么呀 你帮我报销可以吗 直接给我转账 这当然可以呀 这当然可以呀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已经先过来呀 我再给你掀一遍 小妈妈肯定是不会骗人的 这话话我是看到了 把小白马的弹幕多复制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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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姐打个电话 我给我姐 我姐夫是收车的 我姐夫是收车的 我姐打个电话 妈把姐夫的电话给我 他是不是收车的呀 我车的轮胎鼓包了 要换个轮胎 我想找他问一下价格 你哪里老实了 你不老实 注意查收 你现在就发好 我等着 我看着 发了我给大家看 价格都是够名的 只要是真名就好 这个要等吗 我姐夫已经没有在修车了 现在 我姐夫没有在修车了 我妈说她现在没有在那上班了 她之前在那个修车的地方上班 可以啦 你可以就下一个电视机之后 然后能不能坐过来 给你更换就好了 这个这个 这么贵的嘛 我怎么有朋友 就是说 就是说 你要看一下型号 对 他你后面的是 225-40186 225-4018 是这个吗 这个是顺务的 你查一下 比如说225-4018 你刚刚这个的话 他说225-4018 你刚刚他那里 后面也是 有些的颜色这么贵 因为他这个 因为前一个 他说255-4018 你真的也认为是 2255-4018 255-255 我这是在金门市 好 255-4018 好 我这个是 我这个胎是 255-4018的胎 可以了 我再买了那个猪肠的 嗯 我再买到那个猪肠的 嗯 你给我发的啥呀 你给我发的啥呀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2554018 你看像这个图谱的 你就点这个加入过渤车 到电安装一起的话 就是1660 因为宝马的时候 它是宝宝台 它不是普通的那个台 然后就直接在这 对 这个我就说 点了个名字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你的 装的希望一尊词 就是宝马 宝宝系列的2554018 没有1660 在里面这换是多少 我现在就给你买 是什么腊腿鸡翅宝啊 1650块 对 你这还便宜10块钱 这个名字是眼皮包 还能少一点吗老板 师傅 可以再少一点点吗 时间了没了 因为它这个汤 是给你包安装的 你再少一点点吗 它在这里便宜一些 那个图谱是 在网上可以直接下单 然后都图谱安装 也是一样的 价格比这还贵10块 我给你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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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还要多久啊 啊 里面那个车就进来之后 我们就给你负了 哥哥我给你负了 来 大概就负了 二分钟才有够完 不是啊 我几碗一起 二分钟才有够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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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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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就冰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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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路啦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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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皮好 干的话 割倒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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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决化 这家这家 这家 准备了 是负了 見 这家 我为了一千多块钱的轮胎 我给你买一辆五零黄光迷迷 你是你傻还是我傻 是你脑子不好 还是我的脑子不好啊 我现在能把那个麦当劳撤回吗 我付个押金 订金 我明天来弄 来 明天来弄 明明您好 肥押金是吧 你直接准少就好了 这个金额你赶两百也可以 赶五百也可以 好吧 都可以的 反正你明天过来摸 夏日你给我开超级清空 我不相信你的饼了 我不相信你的饼了 骗子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最后是居的 我已经煮到你身后 不相信我 这个饼了 我现在给你 你帮我 记者 去 农村 我们 面 雨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跟我那个就是跟我妈说了一下 找我妈问一下我姐夫 算了 先不弄吧 一天还好没有等我 我现在先去弄一下我房子 我先去一下我房子呢 我跟那个说一下 他们说让我在网上看 然后直接到时候在网上下单 然后下单可以选任何门店去弄 哎 那个 那个帅哥 我 我 我先回去 我考虑下午那话给你们打电话 你有我们电话吗 我有 我昨天记了的 嗯 我昨天记了你们那个电话的 好 那个 这个钱你赢付了啊 好 那个 这个钱你赢付了啊 嗯 好 嗯 嗯 嗯 明天回之前肯定做好 哎 小白马 小白马 小白马下单个轮胎送过来吧 姑姑以前的少女感没了 我现在还不够少女吗 你知道我家叫什么名字吗 我家小区到现在我都记不到名字 就是我住的那个就是新房子的一个小区 我都不记得我的小区叫什么名字 好难记呀这个名字 叫汤城一瓶 我现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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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的小区好难记 我的小区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每次叫世茂世茂 因为它的开发商是世茂 然后开发商是世茂呢 我搜那个世茂我又搜不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小区 等一下我搜一下叫什么C B 叫CBD龙山中央商务区 我的小区叫这个名字 我家的小区叫CBD龙山中央商务区 龙山中央商务区 这听着好高档啊 就它不是什么小区 它就叫中央商务 对 我的小区名字是这个 我因为我买房最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买房我都不知道 它叫这个名字 我只知道它是世茂开发区的 是因为我高中有一个朋友 他在那里买了 是六千八亿平买的 然后呢 他是做他是做中介的 他在上海做中介 然后他做中介呢 他是对楼盘这些非常非常的了解 所以说他就说 那个地方是最为在金门最好的一个地段 他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地段 然后呢 然后我朋友六千八买的 然后后面我五千八拿的 我五千八买的 说是要拆了烘干 要一两天 真便宜 对 我是五千八 我朋友是六千八买的 我是五千八买的 因为我买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三套房子了 就是那一栋就只有最后三套了 然后呢 最后三套的时候 我跟他讲 从六千 他给我报价是报的六千三百块 我是怎么从六千三百块 然后把他报到了六千 报到了五千八 是因为我说我一次幸福 然后我就五千八买的 我给你们看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 我家是那个地方了 就是等一下我带你们看一下 那个小区的名字是真的 他还算是比较那个的 我等一会儿 我就先走 喂 喂 喂 我时间都没开 哦哦 你开车你待会儿怎么看后面呢 哦 没注意 谢谢 不客气了 干啥呢 全程2.7公里 大约需要8分钟 请行驶到西南地门 咚咚咚咚咚 我后时间都没有开 对 刚刚后视机门没开 真是个马达哈 一 二 三 三 二 三 好 走 到我家只要7分钟 兄弟们 现在去我的新家只要7分钟 我开导航是因为我要知道它的道路怎么走 而且很多地方修路 我对这边都不太熟 为什么不带音音来玩 音音她不想跟我回去慢慢玩 就不散开心 然后怎样 身份是谁开的下 神奇想到 担心大生产 还不想跟我回新门玩 对 金门 我要问 帮我去带节奏 给我去带一下节奏 就说 肖叔姐说的 她不如大舅哥重要 妈的 安排 懂了 安排 安排 懂了 安排 别问 问就是不如 不如红毛中药 我走 说我要跟他结冰过康了 我没说啊 去荆州港啊 现在再怎么去 我走 我没有财富哦 我小姐今天开始跟音音恩断一绝 可以这样发吗 买衣服 那大可不必 那倒也大可不必 你下再大又天亮 你下再大又天亮 我干脆开始立场 太后是卫生 进入右转专业道 随后右转 右转 右转 internationally 帮我 dash 老蝌 滚、撒杀 卓榧 ера 攻探 禅虫ل Strike'll where's your hand and willkach them? 静静穿过你 我跳你妈 撒屁 别急躁 我有路路见我 焦躁 自己菜不会变到 露了这小口岸喇叭 没有 我倒很少 我你让过了 他还没有走到这边来 我让啥 我家在这边吗 这怎么就到了呀 怎么就到了呀 但是我家还没到啊 那我家在哪呢 相信你也爱我 有一点点 只是你也只不怕想 我想说我会爱你 上面显示导航已经结束了 金州的房价高一点吧 金门房子很便宜的 金门房子差不多 现在四千多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四千多 因为我买的这一个地段 我买的这个地方的地段 是属于中心地段 它离万达什么的都很近 哎我导航上面显示已经到了耶 我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我导航显示就在这里 这他妈我的小区叫什么名字 我真不知道 我搜了一下这个什么 CBT中央龙山商务区 他说到了 这到哪了 这到了这沟吧 这不是买房的售楼屋吗 这是我的售楼屋呀 龙山中央商务区附近 龙山中央商务区 因为都是说开发商的名字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就一直讲的是开发商的名字 我说开发商不是叫世贸吗 我一直知道我家叫世贸 龙山超前幼儿园 它好像是分几七七七的 那他妈我家在哪呢 这里有一个龙山超前幼儿园 这是一七龙山中央 我这里这一栋叫做CBT龙山中央商务区一七 然后对面就是实验 实验中学 对面就是中学 我知道了我知道在哪了 是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这是绕了吗 几圈 人间总有一辆风 让我失望大牵毛 我无疑 原来一天 这是二七 心外全落空 人间总有一辆风 二七在这里 那我应该在前面 应该在前面 不是他这边 我只知道是在那个大路上面 他挨着大路应该就前面 我知道位置 就是你要我来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走 就不知道名字叫什么 人间总有一辆风 让我风不清晰 不太心疼 那就是那前面那个地方了 那我又怎么开到大门那边去呢 这车该怎么停呢 这左转 左转我怎么掉头呢 这怎么掉头呢 那边那个车怎么直接掉头了呀 操 没你让行李也扣分 要扣分的 没有你让行李 行李是要扣分的 这怎么过去啊 刚刚这双黄线 为什么后面的车 都直接跟双黄线这里掉头了呀 就直接跟那个双黄线 过了 这里是可以掉头的 绿灯过斑马线掉头 就在这里掉头是吧 好 青州是青州 青门是青门 超线的 一个编子 对 有点 许多黄线的 是 好的 第一个月 一把 复杂的 那時候也意外的看不開 自信不改 偏偏不敢用力的去愛 光看了那個一心的那個愛 暗山又能改 說過那一個等待 金門最大的音樂就在對面這裡 他們別的車都是在這裡 雙黃線這裡直接在這轉過來的 我買的車位是多少號啊 多少號 我在金門買了個車位在這邊 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號 我就在這停 停著吧 隨便停 先停吧 對 買了個車位 一萬塊錢 因為我之前買房的時候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那個就是 優惠就在那個時間內下單 然後是給一萬塊錢的車位優惠券 不是優惠券就是可以一萬購車位 別人都別人買的會很貴 別人買差不多也要三四萬塊錢 三四萬塊錢的車位 一萬一萬二十年 二十年的使用權 然後是二十年還是十年就使用權 然後它是沒有證的 但是用了以後 就是之後是可以續的 時間是可以續的 就是不可以賣 就可以一直用 對 是嗎 把你們嘴上裡面的麵花袋 誰坐跟這裡坐吧 媽的 這不會出不去吧 你們縣程都一萬一瓶啊 我這個買的是毛皮 評測技術還不錯我感覺 有電梯但是我沒走過 我不是想帶你 我要去屋簷拿鑰匙啊 我又沒有帶鑰匙來 沒有裝修好 要幫我開一下門 這人鏈還有還要註冊一下嗎 人鏈租車是要去哪裡租車呀 要去那個屋葉弄是吧 啊 要去屋葉租車人鏈嗎 是 那是野端 嗯 回來看一下 我朋友買的是隔壁棟 我買的是這一棟 我地庫不熟啊 我要來這裡拿鑰匙啊 而且在小區裡面看一下綠化不好嗎 我來我來檢查一下綠化看一下這邊 哎 這花還不錯 哎呀這一塊綠化做的還可以呀 小區是不讓電動車進的 朋友的房子貴一些 嗯 那個鑰匙是在哪裡拿的啊 鑰匙在哪裡拿的啊 什麼鑰匙啊 裝修鑰匙 裝修鑰匙在 你是業主還是什麼 業主 在我們就在拿呀 在這邊拿嗎 我媽不是說裝修弄了一個專門放鑰匙的地方 我可以輸密碼我下班啊 那是你寄門口 你寄門口 哦自己家門口嗎 對 家門口有 有密碼 哦哦有密碼有密碼 有密碼 好謝謝啊 我忘記是解凍了 幫我查一下嗎 你拿什麼呢 我查看 什麼子沒帶算了 我查聊天記錄吧 走 激動 裝修 我找一下跟我媽的聊天記錄哦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門排號 但是我忘了是幾棟了 找到了 我明明記得我買的是四棟還是 買的是那個三棟還是六棟 結果我想像中的兩個都不 我不是第一次來 我之前交房的時候來了一次 我就交房的時候來過一次 還跟那邊上去的 跟這邊上 我就交房的時候來過一回 然後我就沒有再來過了 也不是交房的時候來的 是交完房之後 我過來這邊收房驗房 那個時候不是要過來拿鑰匙 收房驗房嗎 主要是這邊電動車都不讓開進來 之後跟我在那個一樣 就是 根本就不會走到小區裡面 都當你買了車以後 你買了車以後 你根本就不會走到 這外面來 全都在裝修 都還沒有人入住過來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是去年12月份 12月份收房的 現在才開始裝修 現在才剛開始裝修 因為找裝修的人 然後去確定裝修整了特別多 就是整了半天 你看這樓下 還有打乒乓球的地方 你說這麼大的地方 這空著讓人家打乒乓球 我估計我們小區也沒有幾個人玩的 你不如把這塊地方拿過來給我 不過我公攤特別大 我的房子 153坪 但是只有110多坪的那個套內面積 我都說了我家小區的名字叫這個 農產中央商務區 聊天 媽的兩邊電梯應該走這邊吧 哼 哼 應該是走這邊 好看